这个2022年我们星期五团庆这个心灵的话有什么意象 其实我们对于每一年来说 我们最主要是还是要配合我们教会的一个意象 对于教会的话呢 我们作为教会的这个2022年的意象是丰盛的生命 刚才我们高牧师也讲了 就是说他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说认识得着神的生命 第二点呢是体贴顺服神的生命 还有第三呢是侍奉神 侍奉服侍神的生命 就是说一个是要更多认识神 一个呢这个是更多的顺服神 还有呢一个是更多的服侍 配合这三点的话呢 我在就想呢我们今年我们的团庆的话呢 要怎么呢 对于认识神的认识神更多认识神 对我们周星期五团庆的话 我们星期五因为是每星期都会有查经 查经的话呢 其实不只是说我们要更多的就知道圣经里的知识 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还是要就是说 从圣经里面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神 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还有呢来认识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认识认识人跟认识神 然后呢通过学习的话呢 也能够跟神的话呢也尽力更亲密的关系 所以呢 在认在查考的过程的话 我们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就说啊 就是有更多的分享 而且呢我们会加入一些希望能够加入一些联修的分享 因为我们我们我们学习神的话语 不只是说我们星期五学习而已 我们每一天都会心到神的面前 我们每一天都会在心学习来学习神的话语 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所以每天的话呢 我们都可能会有一些联修的一些得着 每一天我们生活中呢 也会有一些在神话语里面 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特别的感悟 我们可以在星期五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大家聚在一起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来分享 大家有什么得着 这样的话也是一方面是也是 就是说也锻炼我们自己怎么样去分享神的话语 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造就 造就别的弟兄姐妹 关于联修 我是一直来的非常推荐的是 大家如果是可以的话 那要来写一下联修笔记 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去年的时候 有门徒宣任一个姐妹 她这个什么 她就是从信主以后 一直就是矜持写联修笔记 写了很多很多的本 其实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丰富的一个财富 神所赐的 他每一次的话呢 他都会有一些有些祷告 然后对经文的一些理解 然后啊就就是 就是说你写下来了以后 然后回过头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回过头你去看 看神到底这段时间跟你讲了什么 或者是这个神这个或者是我们过这个可以啊一年以后再去翻翻去年这一年 哎神怎么带领我们 因为我们人真的是非常健忘的 有一次就是说神给我们的很多恩典很多的带领 如果是我们不写下来可能很快也就忘记了 但是我们写下来然后回过头去看 哎呀你会发现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的爱我们 非常的现实 所以呢 所以我就鼓励大家能够每天读经的时候能够花一点时间把你自己的一些啊想法各种各样的这个感悟都能够写下来 因为这都是神在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点点滴的一个记号 这个是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关于体贴顺服神的生命 我们我们我们每一个星期每一天都是在那里学习神的话语 但是我们不仅仅是学习 更重要的其实我们是要应用 就是说怎么个应用的话呢 就是说神如果是神如果是啊那一天教导我们让我们让这个什么让我们不要惧怕 那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呃这是话语里面怎么样把那个什么在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好好的去应用 然后的话呢我们把我们然后我们在生命里面就说我们当我们啊顺服神的话语去应用了以后 然后神是怎么样子来来来带领我们的这些都是啊我们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啊每一星期都来经历的 而且呢我就是希望就是说我们以后的话团契呃分享的时候能有更多的就是比如说这一星期我怎么经历神了啊这一星期我们这个神怎么个带领我呢是不是啊如果是有你这个属灵笔记的话你其实就这个可能是放一包属灵笔记也就可以分享了啊这样子分享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可以真的可以鼓励到这个各个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的神就是一位啊非常真实的一位神他是在我们信仰里面可以真真切切的来引导我们生活的那位神 然后的话呢呃这里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星期五团契我们分享了以后哎我们学到了什么然后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哎我这下星期我要操练什么比如我下星期我要操练我呃每天就是说不懒传 这个那个起来早点起来然后起来以后就到神面前来来来来学习我就是要这么操练我这个什么这这个啊就是我自己给自己一点点的小目标来操练 或者是哎我这星期下个星期我要给给谁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这都是一个信仰的一个操练啊我们的话呢就说会希望是能够加入这一些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小计划 然后呢在下一周的时候呢我们再继续来分享哎我这个有没有我没有是有没有去做如果没有一个做了然后有什么样子的啊后那个有什么样的反馈 比如说人家怎么样子的回答我怎么样的就说大家就是一起我们一起来扶持一起来啊监督也就是说监督鼓励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怎么样子来顺服我们神的生命 下一个的话呢就是服侍服侍神其实的话呢服侍的话呢就是说其实就是就是两两件事情 一个是就是说啊我们进行我们的大界面还有一个大使命大界面就是什么就是爱神爱神啊还有爱人如己这两个大界面大使命是什么就传福音带门徒 其实我们我们的就是刚才那个那个什么梁传道说讲的这个有意向的人生其实就是把我们这个美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生命就是跟神的国度连在一起把神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大界面和大使命连在一起这样子的我们的人生呢就就是没有白费 所以就说啊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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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的我们所说很多的东西都是很短暂的但是呢如果把我们这短暂的东西我们是投投投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都投资到永恒上那所有的我们所做的就是真的是存到永远 我们希望就说我们希望就说透过怎么样子来啊来来传福音还有带门徒就是说其实啊我们学的东西我们其实我们每天我们不仅仅是在我们团体里面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一种锻炼了我们怎么样分享 而且呢我们就希望是能够透过这种锻炼的话能够能够跟我们周边的人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跟或者是跟那些啊在虽然已经信主但是在外面已经跟主不怎么亲密的那些人怎么样去分享分享神的话语怎么样去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啊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啊 传福音一个带门徒的一个过程我们不仅仅是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更更重要的我们还要让这个人成为去带别的门徒的一个人就说啊不仅仅是让他就是得救就完了而是让他要成为一个完全的能够能够接圣灵果子也能够接福音果子的这样子的一个门徒 这个我们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多分享一下这个传福音的一些经历我们因为因为这个我们我们星期五团契真的不只是说学习圣经我们其实更主要是我们此时生星期五团契最主要是就是说我们是训练但是呢训练完了以后我们是要出去是要去去去这个什么去征战的去做的就是去真正的去做去传福音的啊 然后在在其他的时间我们传福音或者活出信仰的这些经历无论是我们成功了还是我们失败了或者跌倒了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然后呢我们就是啊呃就是就是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就可以成长 然后为了为了为了就是说呃有更深入的一些呃交流更深入的一些呃就是说关怀因为因为像我们以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呃小组分组的话呢不是很固定这样子的分享的话呢我可能是这个星期我们是我是跟这个人一起同一组呃下个星期可能跟另外一个同一组 但分享的话可能就无法理由连续性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呃我们想要采取一种固定的分组的模式就是说呃就是这几个人主要是在这就是经常在一起啊在一起的这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看我们下一个星期我们我们已经说好了我们要做的哪些事情 哎我们这个回等到下星期回来星期五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你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事情有没做呀做的怎么样呀我们可以相互的关怀啊然后的话呢时间久了以后呢弟兄姐妹之间也就比较更加容易就是说呃开放我们自己的就是说里面的一些挣扎呀还有我们我们里面的一些就是说一些困惑啊各方面就是比较容易深入的一些来分享这个呢就是说 啊我们想做我们想做的就是我们想做的就是更深入的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信仰可以真正的就是说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去而不只是说一个理论性的一个一个啊信仰而已而是要更有实践嗯这个的话呢就是这是这就是这个是新年第一年这个UVersion那个那个Bible里面他的那句话我觉得这段时间对我来说一直来都是非常有有很大的 我们的鼓励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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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做新事的神他是在跨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那位神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我我想无论怎么样我们新的一年可能肯定会碰到很多的挑战我们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我们如果是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就去仰望这位神 我们就是我们认定这位神他是在跨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这位神我们的信心就会被挑望我们就不至于失望嗯就是嗯这就是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说这是我们团契想要做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学习人的话语而且是要顺服神的话语 叫实践就是要不仅要听到而且要行到今年的话呢我们会在行到这方面的话呢会抓的更多一点就说有更多这方面的分享啊这个是这这就是我今天要做的一个分享